見到我這個麥頭就知道是Thailand Voice的時間 今集又要跟大家更新一下泰國的疫情 8月28日剛剛我出了影片跟大家分享 泰國宣佈解封 現在商場真的漆黑一片毫無新氣 明天就是全國恢復運作的日子 相隔四天臨滿一腳會不會突然有什麼改變 你知道泰國啦 今天我請了幾位嘉賓主持分佈各區 跟大家報告一下到底他們如何預備9月1日的開張呢 現在交個麥克風給我們得高望重的喜訊大師為大家報道 這麼多文件我都未開始看有沒有戴眼鏡 很榮幸今天我就代表匪夷瑣斯泰國 在9月1日這個大日子有沒有什麼更新的 我和街坊都很興奮 各大商場店都開了 你說是不是應該笑雞幻神呢 特別是我們這些深紅區 大家萬谷的善信可以大開食界 除了取消了打針 才可以進去那些餐廳堂食用線之外 其他東西大致上都離定了 有些規矩就沒有變的 所有食堂一定要收8點 大家如果去吃夜8點好走人 不要妨礙別人下班了 不能叫酒了 因為不可以供應酒 晚上9點到4點都是消禁的 大家小心啦 現在是鬼節 我利陀佛 還有一些在8月28日公佈的時候 不是說得很清楚的政府 現在就說清楚一點了 讓我戴上眼鏡 在這裏做個總結 讓大家容易記些 有些什麼不開呢 以下我講的全部都不開 其他開不開呢 其他就是什麼都開 大師 說快點 我都幫你們想了 如何容易記起 快點快點 總之 邪骨的按摩店 和SPA店 商場裏面的教育學院 戲院 水上樂 圓詠池 娛樂場所 健身室 遊戲中心 宴會廳 或者所有會議活動 全部關閉 其他就開了 是不是好容易記 大師 你講漏了限聚令 我什麽說漏?我還未說 限聚令,深紅區的25人 至於紅色區之前就20人,限現在50人 橙色區現在有50人,就增加到100人 那去橙色區玩吧! 橙色區開心一點,多人一點 所有跨省,巴士,車,全部在75人 好啦,交給市中心,假正經小姐,我講完了 多謝喜順大師,我是假正經 現在為大家在Cianne Perricon 報道 Cianne Perricon 氣氛非常緊張 他們一早就回來安排所有事 例如抹電梯,到處消毒 叫了一班演員,不是,是員工 好好去堅守本分 你們不要一直拍我才行 我都知道我未力沒法黨 攝影師,是迎這一邊 Cianne Perricon 今天做了一個很大型的演習 所有員工都準備好 做好自己本分出入要Dude Card 而且他們每個人如果未打疫苗 都要做了這個ATK快速測試才行 而且明天每一個客人進來都要很肯定 它是涼了體溫 過了我們的螢光幕,沒有發燒才可以入商場 至於這個快速測試,我們要用什麼測試呢 我們用這隻牌子的 之前有很多示威者說 有某某強角的牌子不准 其實不准就更好 不准就是測試不到 測試不到大家都吃得安心 你知道見不到就沒有東西了 大家安安心心地來商場 逛逛街,吃東西,放鬆一下 那就開心了 那麼開心之下 又怎麼會有病毒呢? 又怎麼會發燒呢? 病毒式選人 負能量厲害的人才有的 我們剩下的能量這麼多 謝謝賈小姐的報道 回到阿Li這裡 看到這個圖 確診的人數突然在巴育宣布要開放全城之後 數字每一天下降 但是死亡率有上升 但是現在我們的口號是不理的了 病死?好過餓死 所以希望泰國都開了印度航空 給印度進來 還有 雖然英國制裁我們 制裁泰國 不讓泰國人飛去英國 但是我們泰國都很歡迎英國過來 現在又要交給咪 給吳賈小姐 你好 我是吳造假 阿Li 你說錯了我的名字 不過不要緊 今天我是窮退泰無憂的特約報道記者 現在我身處在Icon時刻 Icon時刻為了明天9月1日的隆重開放 而周圍都非常緊張 我們看看情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過這一間 這一間中式的餐廳 好像可以給我們一個折扣 但是我們訪問完 他又忘記給我們折扣卡 不要緊 總之他的員工 用同一塊布 都左抹抹右抹抹 抹不抹得干净就客人自己自负了 这个地下的食堂很久都没有开 所以我猜他们的老板都很兴奋 叫完员工回来就预备明天开张 合资格开业的餐厅就是COVID-3 没有新冠肺炎又做好消毒的公司 有一张证书证明他们做得很好 客人就可以放心吃 iCorn Siam这边的报道就差不多了 在这里我都交个咪咪给阿Lee了 麻烦不做假小姐 你的粮先拖着 因为我太穷没钱了 先说回我这里 现在画面看到 其实是泰国中部北南府那边 有一间房仓医院 房仓医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个格局都是这样 但是现在搞到污烟瘴气 因为发现群体有sex的活动 然后里面有赌钱 有乱禁搞男女关系 然后又说乱禁有些贩卖东西 就是带烟 带不应该带的东西进去 那泰国怎么办呢 又现在爆了出来 还上网了 不是 我们也是在镜头转去拍一些专业人士 好了 之前收了一些辉瑞 很多人出来示威活动抗议 说不知道辉瑞去了哪里 那医生就出来证明了 打了在我们那里 那大部分的前线员工 医护牙都打了辉瑞 那如果打了两针科兴 就转回補一针辉瑞 或者阿斯里康 都是那几句 对吧 扣针呀 加针呀 这样去做 而刚刚泰国的疾控中心 就说他们投资了四十七亿 买多一千剂辉瑞 那一千剂够不够呢 就应该不够的 所以他们会再加码 希望目标是三千剂 与此同时 好像说韩国都出了疫苗 都跟泰国聊天 卖不卖给泰国 那清迈方面 清迈方面 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这几天是可以做登记的 其实呢 暂时对泰国人来说 大部分人的意向 他们自己都是想打疫苗的 就未去到抗针 不过呢 他们只是要求不要打你一只 与此同时 世卫在这个时间 就告诉你 打了针都没用的 一定都要做好自己的 那如果人人都不打的话 不如找他来 sell下大家 看下大家 会不会瘦乐些 看够没有 过来说正经的东西 与此同时呢 泰国政府就开始了 12至18岁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为了确保学校安全开学 他们说 由于早前强制性要打疫苗 所以有五十七万多名教师 就已经接种了疫苗 但是现在呢 还有四百万名学生呢 特别是幼童 未接种疫苗的 所以呢 泰国宣布实行啟动这个 学校沙盒计划 是什么沙盒法呢 就希望有七成的学童 打完疫苗呢 如果顺顺利利 就十一月可以开学 你看看泰国的小朋友 闷到将到后 伏粒到狗那里玩啊 陰功 但是又要强制他们 打疫苗才可以上学 那有没有副作用呢 我所知呢 有些泰国比较有钱的家庭 就去了布吉蘇梅避疫的 咦 但是什么叫七加七 无端端什么来的 布吉岛隆重推出七加七 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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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没错 由九月一号开始 就实行布吉岛新沙盒计划 是什么计划呢 布吉岛的省长和卫生局 就确认 虽然每日都有百多个新增病例 但是呢 仍然可控的 所以计划呢 是可以继续 不过呢 就有少少的变动 那就连个名字都改了 叫七加七旅行气泡啊 就是呢 如果接种了疫苗的国际旅客 来到布吉岛呢 前那七晚呢 就留在布吉岛玩啦 那跟着 后那七晚呢 就要去烹牙虎啊 甲米啊 PP岛啊 所以说呢 蘇梅岛呢 就倒过另外那七晚的 所以就叫做七加七 最近呢 英国列了泰国呢 为高危区啊 所以呢 暂时来说呢 很多英国人 退票啊 退票啊 退酒店的 那啊 未知结果是怎样啦 但是呢 就造成了一些打击 因为政府就说呢 英国的旅客呢 是今次沙盒开放里面呢 最主要的游客来的 那我拭目以待 看看他们怎样计算一下 这条数啦 与此同时呢 泰国的示威活动呢 现在是遍地开花的啦 那呢 示威人士呢 就说了啦 9月2号呢 每晚都会在阿蘇附近呢 有这个示威活动的 就8点钟圆结 那暂时拘捕了多少人呢 因为有些网友呢 都会问我的 呃 每晚都捉的喔 我都不知道拘捕了多少人喔 我现在录音的当下呢 就说 过去24小时就捉了29人啦 那如果大家是居泰的朋友呢 就注意啦 如果你去喔 不客气 不客气 弄罐者 去乜池 不客气 去乜池 你 ignore 在泰國的警察局中,因為捉到一個24歲的少年和他的太太 發現他們運軒子超過10萬粒 在警局中,當場警司要勒索200萬泰匹去完結這宗案 而24歲的青年都一口答應,不過說給不到這麼多,只給到100萬泰匹 然後警司和他的下屬私家酷刑,最後青年死了 這件事在社交網上,或者在報紙都很轟動 最後因為警司要求下屬去門片上級 有下屬忍不住,看不開眼 就交了攝錄機的片段給上級和報章 然後就公開了 現在這個警司正在潛逃 我不知道這一刻捉到沒有 總之,這個警司原來有個花名叫法拉利 家裡有30架車,我亦都在我的社交平台上 post過他的名單 一個正正常常的警司,在家裡有這麼多一輛法拉利 不是全數的,有些是平治、Benz、BMW 可想而知那個貪污了 而且24歲的少年,最初他的醫學報告還寫了 她是因為吃K仔過量的,但現在事情爆了出來 就承認了,其實少年是被疾色致死的 頭是粒膠袋的 其實整個片段都很殘忍的 我就沒有特意在這裡再放了 因為看完就很不開心 諸如此類,看到很多問題 疫苗政策等等 加上示威不斷 所以反對黨這幾天,去到9月3日 就說要彈劾這六個兄弟 給他們機會辯護 但是你知道,軍政府裡面 其實所有都是自己的人 自己人審自己人 大家想到的結果 但是這件事,騰騰呱呱呱呱騰 我覺得仍然會繼續發酵下去 儘管看看方向,結果如何 始終我們生活在泰國 都希望泰國好 都希望大家開明一點 不要再有這麼多不幸的事 剛剛泰國出了2021年第二季 最受歡迎手機 畫面見到的小米 銷量增加了一倍 聽我說了這麼久 不如大家考一下眼力 這張圖有沒有什麼不妥呢 大家都知道泰國的交通意外不少 會不會是因為掛著看這個畫面呢 好了,今集就說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Sawadika I'm gonna catch the tra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